我以下讲的话可能有点深 讲关于香港人政治冷漠的这件事 我们发觉好有趣的 为什么有些人是会狂热到对于政治 或者对于公民权狂热到可能要坐牢 要声势力竭上街 但是另一边商又有些人可以去收了钱 延伸去支持某一个政治立场 这个对比是很大的 这个对比是一个矛盾 香港人是不是政治冷漠 香港人普遍是政治冷漠 不只是香港人 中国人、华人普遍都是政治冷漠 他们想要的是好的领导就可以了 他们不是真的要普选 不是真的要自己选一件事 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自己选一件事 是可以影响到那件事的结果 他们只是要那个结果 其实我不用普选的 你地铁不加价就可以了 不用普选的 你地铁不加价就可以了 你的楼不要那么贵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我去选的 如果你地铁不加价 如果你的楼不是那么贵 如果你的铺租不是那么贵 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想要普选这件事 因为本身不明白普选和这些有什么关系 正如很多人想在我Facebook问我说拉布战 为什么我不说 是这件事我今天讲一下 拉布战这件事 我有一个很短的评价就是拉什么布 我是反对拉布 拉什么布 很多时间直接革命 还拉布 不是很多时间 你还拉你拖你有什么用 好了 这一段讲完 但我背后的意思就是 几位议员做拉布这件事 有很多人不明白 根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地铁加价 你中电加价 他走去拉布 就很多人不明白 就明了很多 或者就去支持 不让他通过 好东西 不让他加价 但是他们不明白 这个叫做替补机制 这件事上面 对于普罗大众 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你几个人要拖住立法会 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明白 所以 在很多人都不明白的情况下 你拖住立法会 就是你不对 也可以同一时间 我收钱去支持反对你 去支持反对拉布战 你不明白 温家宝说的深层次矛盾有两件事 第一 香港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香港的共同语言只有钱 你在外国不同 你在英国你在美国 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他们有宗教 他们有独立宣言 他们有国家的价值 香港的共同价值就只有钱 但是说到钱的话 大家的想法都不同 矛盾就来了 股东 站在股东的立场当然要加价 站在地铁高层的立场当然要加价 要盈利 盈利是必然的 盈利是必需的 但是站在市民的立场 说我要拿钱出来 你当然不应该加价 那就有个矛盾了 好像很简单 领会 你有没有搞错 你加租 你搞到我商场贵了 我外出买东西这么贵 但是我自己在尼敦道那间铺 我当然要加租 隔离铺加 我不加 有的赞我不赞 同一个人都可以发生这个矛盾 我知道 我不要领会加租 但是我自己的铺就要加租 因为隔离铺加 我为什么不加 有得找 我为什么不找 我是业主 那你不想一下 领会是一个业主 那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这个是第一个矛盾 为什么这个矛盾 就是香港共同语言 只有钱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为什么拉布战 有这么多人不支持 因为他们不明白 那一件是什么事 为什么不明白 我就分两边了 为什么一边明白的人 要这么吵 这么声势力竭去支持这件事 为什么另外一边商 有些人肯收钱去反对这件事 就是香港有两班人出现了 第一班就是公民 他们知道自己叫公民 有一班不是叫公民 有一班叫做老百姓 有一班叫普罗大众 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而利益在香港来说就是钱 所以正正就是 为什么收钱 可以去表达政治立场 完全是活现了这件事 陶杰最近有本书 сум爾 nói英文的是 才子绑 排十九位的陶杰最近有一本书 他说其中一个字叫做citizen energy citizen就是公民 但是中国内没有公民这件事 darklow 老百姓或者人民 公民和人民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公民就是无论你什么职位 无论你有多少财富 大家都是公民 大家本身是对等的 你的分别就只有你背后的责任而已 我尊重你是因为你背后的责任比我大 公民就是要有功德的 对于这个地方 有一些公共的意识 就是公民 公民是有公民权的 去争取 去上街 去觉得政府很不妥的人 就是他们已经变了是公民 他们觉得自己是公民 他们觉得一个公民的利益 是受到选害 另一方面 冷漠的 不理的 收钱去现场的 那些就不是公民 没去到公民的地步 他们是老百姓 所以 我会替里面那几位议员 在做拉布战的那几位议员 惨的就是 他们 他们以为 香港人已经进化到 去到公民的地步 不是的 没的 香港人是老百姓 你们还要在一个影响到你们自己的政治本钱的议题上面 去拉布 有人这样看 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本钱 为什么有剃部机制这件事 就是他们自己搞了一个五区公投 他们搞完 就有人的剃部机制 然后有剃部机制搞你的时候 你又在这个题目那里拉布 他就觉得你是为自己做的事了 那的确实这个也是看这件事的切入点 我不反对 这个是其中一个point of view 那但是 你试想一下 退一步就是 喂 你几位议员 如果你们在做这个拉布战 是原来拖给地铁不加价的 后果是不是一样呢 后果是绝对不同的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会有分别呢 就是普遍的人 根本就不是公民 就是总之我告诉你们 分别就是香港有些人 醒觉觉醒自己的公民 香港有些人 觉得自己不是公民 他只不过觉得自己是个老百姓 你最好有个政府 搞定了这些东西 那个政府是不是我选的 不要紧 你最好有个政府 总之你搞定了这些东西 梁振英的政府 我觉得是绝对有能力 是做到这件事的 我亦都乐于见到 如果他真的搞定了这些东西 都是一件好事 我等着 我不知道 我对他是有寄望的 那就是大部分的老百姓 就会绝对了 其实到时 如果他搞得好的话 当然搞得好的 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前奏 搞得好的绝对了 大家没那么吵 之后会不会有发生其他事呢 未知 但是如果身为公民 就可能会知道 他搞这件事 搞五区公投也好 搞拉布战的那些人 究竟是不是争取政治本钱 我没有亲身接触他们 我没有问他们问题 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够看的每一件事就是 他们是不是一个有心人 有心人的意思是 他们有没有真是 为这件事去做事 还是只是做些门面功夫 在拉布战里面 你要做一千几百个修订 不用做 都要做的 一千几百个修订 你逐条写 如果你们有听到一个半个修订的话 他们讲的修订那种咬文着字 虽然是无谓 但是咬文着字的那个水平 不是普通的议员助理搞得定的 是真的要自己做的 他真的落手落脚做那件事的话 他最少是一个有心人 我不理他是否为了任何的政治目的 但是他给一些不落手落脚 甚至不去现场开会的议员有质素 对于普选还是一个优质的强势领袖去选择 这个就是公民和老百姓的分别 公民就会选前面 因为所有人觉得自己的基本权力一样 所以他们有同等的权力去选一个他们认为好的人出来 而老百姓就不需要 他们只需要一个强势而优质的领导人 但是无端端到哪里来一个强势而优质的领导人呢 是中国人在五千年来其实都是求神拜佛他有啦 雖然我覺得梁振英是相似的 我依然對梁振英是有寄望的 雖然我覺得他是相似的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由公民選出來的人 或者他背後沒有人民去支持的一個領導人 有哪一個去制衡他 他有任何行差答錯的時候其實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你如果不好選 你去寄望有一個優質而強勢的領導人已經是難的 就算真的出現了 他會不做錯事 就更加難了 因為第一他已經很難出現了 第二出現了之後也沒有人去制衡他 也沒有人去監察他 所以我去到最前的問題就是 我剛剛說的有多少人明白呢 有多少人明白完之後 他打算自己做些事情呢 即是昂山素姬就說 你不要問民主給了你什麼 你給了些什麼給他們 你給了些什麼給他們才好 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和中國人就是 我們對民主是沒有貢獻的 所以你不用貢獻我了 不用 你最好求求你了 你有一個好的領導人 你有一個搞定所有的領導人 不關我的事了 這個就是我想中國加上香港超過十億人的想法 所以還是很值得你 我希望你多讓一看 我猜到我去婆娘 我看你怎麼選擇 你怎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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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一個問題